另一方面 卫生署推动自杀防治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方法也包括在社区推动独居老人的关怀服务 而根据卫生署的统计 去年台湾老年人口的自杀死亡率 已经比前年减少了7% 但是如果跟其他的年龄层比较起来 65岁以上老人家的自杀死亡率 还是排在最前面 到大卖场无金行买木炭或者是农药 都可以看到外包装上加注了关怀的警语 各县市现在也都有社区关怀的据点 除了提供长期照顾和送餐服务之外 还加强对独居老人的关怀 四年下来 去年老年人口的自杀死亡率 已经比前年减少了7% 但如果和各年龄层相比 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死亡率还是居管 老人自杀死亡的比率也在有逐步在下降 但是还是居高 所以我们还是在呼吁我们社会大众 特别要来关心老人的一个自杀死亡的议题 因为我们国家是全世界里面老化速度最快 根据统计老人自杀的原因主要和独居 还有身体疾病有关 尤其偏远乡镇的老年人自杀死亡率还是偏高 最近的研究也发现 其实65岁以上的老人自杀身亡者中 有近九成在自杀死亡之前的一个月内 曾经到医院诊所就诊 常常老年人他们在看病的时候 偶尔会释放出一些讯息 像可能我这个生病太久了 那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 那这种当然我们要注意关怀 医生护卫民众身边长辈 如果受到重大身体疾病困扰时 家人一定要适度的给予关怀和陪伴支持 对社区老人也要主动关心和倾听 希望用爱和支持降低老年人想亲身的念头 记者黄签秋不财台报道 感谢观看